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或者是新闻的分析 带大家了解到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再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要只是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好那一般到这边 我们大概就会切换画面介绍来宾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是没有来宾的 因为很久很久 没有跟大家单口相声的方式 来跟大家聊聊新闻 谈谈时事 那为什么又会改回到这样一个形式 其实我们这形式是没有改 只是因为前阵子 其实我们刚好看到很多议题 可以跟来宾来对谈 那我们就用对谈的方式 来跟大家来做节目 那不过对谈的方式 可能会有两个困扰 也不是算困扰 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对啊都是来宾讲 我就不能够一直讲我自己心里面想要讲的话 就是我大概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评述 因为我们还是要让来宾 而且我自己在做这类的节目 即使我的想法跟来宾是一致的 我可能要站在他的对立面 然后来去质疑一些问题 让把很多的问题厘清的更清楚 那另外一部分呢 其实也是考虑到经分 因为我们事实上 人力有限 资源有限 所以如果要一直到处乱跑去 或是到不同地方 去录访谈 其实说实在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透过 这个在一部分再增加了单口相声的方式 来让大家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当然我们也很期待 大家可以用捐款的方式来支持 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支持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节目 在我们的荧幕上面是有QR Code 那或者是你可以点选我们相关的 下面的说明栏的连结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捐款的方式 真的非常期待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捐款的方式 让我们来独立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 我想最近这几天的台湾社会 也看到有很多跟社会运动有关的议题 那大概有两个议题是被讨论的最多 一个就是藻礁的议题 一个都是 另外一个就是南铁东夷的 这个黄春香 还有这个黄春香关注组等等的 这些群众的抗争的事件 不管这两个议题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做过了一些的讨论 那我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去看的是 这两个议题 它其实最近都在跟政府进行沟通 那跟政府进行沟通 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 它可能有些部分是有一些退让跟改变 可是有些部分仍然坚持极见 很多人会觉得说沟通就沟通 那难道一定是要听你们的意见吗 或者是沟通难道政府就不能够改吗 那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沟通 也许我们待会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些讨论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这个新闻是5月6号黄春香关注组 他们到这个交通部前面抗议 在交通部前面抗议的时候 他们其实觉得 喊出来口号在想说 这个交通部是这个假协商 然后他并没有去做真正的 这个所谓的沟通 他玩弄的是一种两面手法 那他们也希望这个交通部部长 王国才能够到现场跟群众来沟通 所以他们在现场摆了两张的椅子 结果部长并没有出面 群众当然就觉得超不爽的 那于是他们就开始了丢鸡蛋 那也爆发了一些冲突 其中有三名的示威者 以妨碍公务而被警方带走 当然后面也都释放出来 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样的一则报 莫抢摘 施钩不停转恐慌 施钩不停转恐慌 我们没有要丢警察 我们要丢的是象征交通部的这个建筑 我们要丢的是象征交通部的这个建筑 我们要丢的是什么 丢立原理保留方案 提前提供方案 提供事部的资料来配黄昏湘 一定要评估 保障黄昏湘与协助者的与会发言 提供单方面的保障方式上的需求 楼梯怎么保留 是他答应的 那不是我们在这里留的 是他到十月份到我家跟我讲 好生好气跟我讲说 他会好好的丢立楼梯保留的方案给我 我会慢慢的就是安排一次一次的那个 那个那个演绎 结果到现在就说点点点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这个保障 到底的人有管理料的都忘了他 他到底有说过的话吗 完全都都 都没在说这个事情 那一家是 那一家是我们 团队内的都这样掉起来 那你没有坐楼梯 我已经在家是要安安安安安 住安安安安 你也 你也 我说这个保障 真的都只要他做他做 不然要了解说 人民的需要是什么 完全都没有 都要听他的话 那你继续在沟通 就是他要怎样 我就乖乖听他这样就好了 就随随随随 他扒他扒他 他胆都没关系 我们老外见好像不成 站起来 站起来 快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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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画面看到 这个抗争者黄春香关注组 他们在交通部前面 摆了两张的椅子 那希望这个王国才出来 跟大家回应沟通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王国才王部长 他其实并没有出面 而是交由这个交通部的 这个陆正师的科长魏瑜 出面来跟大家做一些沟通说明 那事实上这一阵子 这个从去年的大概年底开始 大概都是由魏瑜出面 来跟大家做沟通 但是很显然并没有一个 很好的结果 所以他又请魏瑜出来 当然会引起大家的 更不爽更不开心 那魏瑜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只是重申 交通部提出来的三项做法 而这三项做法 待会我们再跟大家 做一些讨论 而这项说法 其实并没有去回应到 这个黄春香 他们原梯保留的诉求 那这也造成了 这个后面的这个冲突 而事实上从去年的10月开始 10月11月的时候 黄春香关注组 其实就成立了 那因为当时要去做 这个强拆的动作 所以就有很多的 这个学生跟民众 他们进驻到黄春香家 那用肉身的方式去挡拆 那在肉身方式挡拆的时候 其实这一群的群众也有部分到了交通部 一样跟这个交通部发生了一些冲突 所以交通部部长王国才才说 好吧那我们先暂停施工 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讨论看看 怎么样一个解决的方法 所以当时也说他会把每一个不同的方案提出来 逐项讨论一个一个的来进行分析 那但是没想到这个过程最后 看起来还是交通部对于他原本的要拆除楼梯 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坚持 而对于抗争者所提出来的原梯保留 或者是这个轨道在做一些幅度上面的调整 这样的做法其实交通部是不认同的 所以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 在这段时间从去年的7月20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到底这个抗争过程当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也准备了图表 如果您是听Podcast的朋友 其实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脸书上头 或是看我们的视频 或是到公共的网站上面 也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图表 好那在去年7月20号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准备要拆除的工作 所以去年的7月20号下午2点呢 这个铁路局呢 就到皇家的周边去为 做进行封路 那同时也限制了记者跟声援者 进入采访 或者是进入到皇家的范围 7月21号的凌晨3点半 黄春香他就提出了以地异地 还有保留楼梯的这两项的诉求 那铁道局也表示他是同意协商 那后来这个黄春香就签了 这样的一个同意书 结果没想到后来黄春香 在签这个同意书的时候 后来才知道他签到的是 地上物自行拆签的切结书 那当然黄春香表示 这个其实是在某种的胁迫 或是在某种的状况底下 心理的压力的状况底下 他签了这样的一个同意书 并不是表示他真正心中的这个想法 好到了9月11号的时候呢 铁道局中部工程处的处长黄凤刚到黄家去现刊 然后这个王伟明工程师呢也到了现场 那他就提出了一个相对应的做法 王伟明工程师呢他就提到说 黄春香附近的轨道的曲线半径呢 可以从目前设计的820公尺改回 原来在地上轨的600公尺 这样子就可以这个达到这个地下轨 跟黄家楼梯并存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王伟明也跟当时的 其实也是现在的这个台南市的副市长赵清慧 还有他们在这个线刊之后呢 也本来决定要跟铁道局跟市政府 能够到这个市府去进行这个协调会 去开一些协调会 但是没想到这个赵副市长呢 因为临时有事情哦 所以他就临时的取消了这个协调会 所以协调会也就破局了哦 那到20也是去年的9月20号 这个切解书签了两个月之后呢 呃就开始慢慢的紧张 就是到底要不要来拆 那后来也有很多的群众 再次的集结到黄春香家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 这个包括陈家去做 这样的一种声援的行动 10月13号铁道局就拆陈家 然后随后也开始拆黄家 那不过拆黄家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引发了很多的抗争 就像我刚刚谈到的 就是很多的抗争者 进入到这个黄家里头 用身体用这个 呃直接用肉体的方式呢 去挡拆 所以当时呃工库也进到现场去做报导 当时有一些这个直播的画面 让人家看到了非常非常的惊悚 那当然在这个挡拆的过程当中 也爆发了冲突 除了爆发冲突之外 除了在现场 这个群众也有一部分的群众就到了 呃交通部来进行抗议 那在交通部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冲突 哦 所以后来就交通部就只是说 好吧 那我们就暂缓来进行这个呃 这个拆除的动作 那我们就开始好好的协商 这也是后来开始一连串的这个往来 来往这个协商的过程的一个起点 好 那呃10月21号的时候呢 这个王国财当时是交通部的次长 他南下哦 那他去跟陈娇华跟洪生汉委员 两位委员一直到皇家去献抗 那这个王国财在当时也是一直劝说 哦 黄春香应该要放弃这个楼梯保留的做法 哦 那不过后来同意采取这种所谓的开放的措施 由铁道局提出的方案之外 还有各种的保留的可能性 也希望能够进来 同时他也愿意开放各方的专业人士 来一起提出对案 所以呃从那个时候呢 大概会维持了一小段的这个和平的时间 好那到了10月27号 这个台南市地震局跟第三方专业者去进行的附葬 就是重新的葬梁 结果呢 就是开始在谈这个楼梯是不是保留这件事情 来开始进行协商 不过到了11月的12号 交通部表示呢 这个他们所提到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轨道的曲线半径的调整 以及设定地上权的做法能够保留楼梯的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三项的因应的措施 这三项因应措施跟刚刚谈到他们要做的原梯保留 事实上是没有关联性的 也就是这个楼梯还是要被拆掉 这三项说是包括原地新建 包括门面修复以及就地的整建 那今年的3月17号 这个抗示威的群众又到交通部来进行抗议 那最主要是他们抗议刚谈到的位与履履 对这个皇家的这个说法 就好像要拆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心理上面的不舒服 那所以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的去跟交通部的沟通 那当然就一直没有沟通 所以4月份在周围也开始有一些土木的新建 也因此导致了5月6号 黄春香关注组到现场来进行抗议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他们提出来 黄春香所提出来的这个原梯保留 不管是透过刚设定地上权 或者是轨道的这个曲径再重新做调整 这两项做法其实交通部都没有同意 那但是他们提出了三个做法 就是刚刚谈到的原地新建就地整建 以及门面修复的做法 其实还是跟最早的这种意见是差不多的 那其实交通部的官员也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也提到说 如果他们愿意放弃原地保留 其实都可以谈 这样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让大家觉得有点匪夷所事 特别是黄春香或是黄春香关注组就会觉得说 你要沟通 然后沟通到最后就是按照你的意见来做 当然也会觉得说人家已经跟你沟通 然后整个工期都停下来 台南市的交通也可能因为你们这些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不管如何政府愿意沟通其实是一个我们乐见的 但是这个沟通是不是真的能够去从彼此的角度去找到一些共识的方法 显然的从这个案子当中看起来并没有 不过我想要再把这个时间稍微拉到更远一点 就是我们在谈沟通这件事情 现在在谈沟通 说实在的 我觉得是有点晚了 因为工期已经做到一定的期间 然后有很多的房子也都拆掉了 那当然能够挽回多少 能够有救多少是多少 可是如果真正要沟通 可能要回到更早开始 这个包括蓝铁的原本从地下化 突然间转到东移的这个过程 民众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参与的 甚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访问了黄春香 他直接拿出了一张纸 就是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其实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根本就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家要被拆 或者这个规划到底是什么 直到他们家要被拆的时候 他才看到一张通知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一个访谈 当时知道你们的储备要听到 是什么样的总控制 你们知道你的储备要听到吗 就是这张图 其实这张图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图 这是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 都市计划公开展览说明会 对对对对 这张就丢在我们家 我也当过那个广告主就折着放着 有一天我开车从那个货车站去 也只能看到那个蔡佳领在分担说 你们家要被拆了什么 就很夸张的那一种 那我红绿甄就停下来说 你是谁家要被拆了 我也想说 为什么要拆人家的房子 就想要关心一下 结果蔡佳领说 那段连那个剃车 沿线的就是要用压 我说我们家也是剃车沿线的 到时候才知道我们家要对 从此然后家灵就会 每次要公听会上面都会叫我出去 他知道原来也是这么夸张的 那个公有地都不用 要整片都拆整家 三个四五百多户 真的很可恶 每次开公听会都不 就是怕破云作者 他就说今天结束了 这个公听会够了 也不管我们 那个时候两百多户都写 那个纯情诗 都不理会 都完整都不理会 就这样 像我开架车一直开一直开 到内政部 到那个人 你看到我们到内政部 都不讲话了 口罩戴起来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说 完全不知道 就是拿这张座子跟你说 我来通知说 你们家我们有一个 公开展览说明会 当时我们来说明 你们家要怎么样 然后我们整个政策的规划 是什么 在之前是没有任何的通缘 而且还夸张的说 什么时候要完工 好像就是 完工都准备好了 对 都准备好了 这样 这完工本来是 中当时要完工 这是一百零一年开始嘛 没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公开展览的日期嘛 所以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就突然间 这样子 供出来 连挂号信都没机 没有 然后就是像广告传台一样 叫到那边 对对 我想起来很多人跟你同样 都没看过多少 还陷入就是我家 还在整理 我还没油菜还没 都还没完工了 我整个都搬工程 都搬工程 就是还在那边的 那个时候 我所有的薪水都投入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刚看到的这段影片 是灿烂时光 惠客是在去年的第282集 访问黄春香跟李荣宇 那在现场 其实黄春香拿出了这一张 这个通知书 说明书呢 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南铁什么时候 要这些拆监户 什么时候知道 这些他们家被拆 就是在拿到这张通知书的时候 那在之前 其实所有的规划 其实住户并不清楚 那拿到这张通知书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这些住户说 你们家要被拆了 那什么时候被拆 为什么被拆 我们要做一个说明 那它就是一个说明会 一个单向的告知这件事情 有一些住户 其实并不清楚 他们家可能会被拆 然后有一些住户 可能拿到的这个单张的时候 会以为那是一般的广告传单 就把它丢掉 甚至都不理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政府在跟人民沟通的 一种方式在 只是我在单向的发信 单向的告诉你 你也可以看到 这其实说实在 很多政府的罚单要寄给你的时候 都还会用挂号 有些比较慎重的这些公文 都还会用双挂号的方式 但是这个 人家家里没有被拆 然后这么严重的问题 竟然是一个单向告知的做法 而到最后 其实它大概只能够选择 要拿多少钱 那它根本连不想拆 不想搬的余地都没有 可是一般的社会大众 其实并不清楚 这个整个政府 在这个征收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种做法 当然就会引起了 很多很多的抗争 很多的反弹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看起来政府好像 在这个阶段努力的沟通 那到底要不要退让 或者是要不要去找出 一个共同的方法 是一回事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最前头的时候 如果前面这些东西 都可以好好的做 好好的去进行规划 说不定后面的抗争 都不会出现 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一开始 政府也会跟大家沟通 把大家意见收集进来 那说不定 它的工作的期程 反而更快 虽然在前面 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当然每一个案子 状况都不同 但是至少凸显了一件事情 这个前头的沟通 是不足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跟沟通有关 也是跟重大的 公共政策有关 就是藻礁的三接 到底应该要怎么办 怎么建 怎么处理的问题 那在这个藻礁团体 发动公投之后呢 这公投也达到了门槛 在今年八月的时候 就会开始进行公投 那不过前几天 这个行政院召开了记者会 那也说明了 这个新的政策跟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一则报道 郑远市在昨天 公布了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还有工业港外推方案 来回应藻礁公投 在今天是有 环团表态支持 至于常年返和的 北海岸居民代表 则是担心 如果公投案通过的话 会断送非核家园目标 就审在行政院宣布三阶 与工业港外推四百五十五公尺方案 隔天 常年返和的北海岸居民郭庆林 出席记者会表态支持 必须站出来 他说因为他更忧心 非核家园的目标 会因为真爱 早交公投过关而断送 还有长年记录 六亲公害的摄影师 许正棠 他代表家乡老人家 表达意见 认为外推方案 可以顺利增气减霉 找回偏乡的环境正义 多位环团代表 与学者专家表态 会在公投案投下不同意 支持政府以非核减霉 互藻礁的顺序 推动能源转型 主持记者会的律师 詹顺贵强调 绝非替政府背书 更不是环团分裂 是相信民主社会 本该有多元声音 面对习日盟友表态反对 早交公投推动联盟 强调三接牵纸 与非核家园 没有冲突 人坚信 若改为浮动式接收站 可作为替代 更认为外推方案 多花一百五十亿元 应该有更好用途 不论是否支持早交公投 意见不同的环团 仍有部分共事 都认为三接不论是否外推 台湾都不缺电 并非经济部所言 两方也都认同 减霉过程中 必须搭配节电与绿能 而政府现阶段提供的资讯 人不够公开透明 记者你们王新中台北报导 好 在刚刚这一段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行政院 做了一个很大的 对他们两次做了一个 很大的浪波 就是把这个三接往外推 那往外推行政院的说法 就觉得说不会有 这个早交受到伤害 他可以有更好的保护 不过但是他同时会做了 这个增加了公时 也会增加了这个预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政院做的这个懒人包的下面的这一张图 那这个懒人包除了把这个三接的这个工程做了一个图画图像式的这个说明之外 其实也把蔡政府在一开始的找交的政策 一直到现在外推的政策 其实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那在蔡政府原来的规划里面 他是把最早的232公顷缩减成为23公顷 那这个工业的这个开发面积呢 这个减少了九成 那同时这个大潭潮间带连接到G1G2的已经避开 并且已经有保护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个图上面说明在一开始 其实早交团体并不认同 他其实也就很多 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会有公投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但是在他们这张图里面的另外一个外推的方案 他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工业港在外推到外推了455公尺 已经离岸了1.2公里 对这个沿岸的影响呢 这个是更轻微 然后他也不郡蛙 然后不破坏这个交体 那第三个这个原外海的这个填海区呢 21公顷不填 所以呢他其实是可以这个让海域是更为开放 那不过他的结果就是 整个工程会延后两年半预算会增加150亿 那当然行政院的发言人其实也在进一步的说 希望呢这个公投呢 大家不要去支持这个同意 而是应该要去投下这个不同意票 因为他觉得公投如果过了 其实对台湾环境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三阶的话 整个能源转型以及大家的供电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之后呢 其实有一部分的环保团体是支持的 那这个支持的团体包括了这个 呃 詹顺贵律师 呃 他也说 这个詹顺贵律师他说这个原来方案呢 其实是只有740公尺 但是要浚深 然后填方等等 那但是现在往外推呢 其实也完全不用浚深 不用挖 不用填 他是可以兼顾非和减煤 那对藻礁做最大的保护 那这个中心环工系的 庄秉杰老师也提到 2025年的这个非和家园的 其实呢 他已经排 已经都已经排定好了 那如果没有办法新建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蓝煤的问题是 很严重的 所以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蓝煤跟重启核电 政府在蓝煤跟重启核电之间 要去再做二选一的这个结果 所以可能对整个台湾的能源政策 也不是很好 或者是对所谓的生命安全 或者是控制过问题 也一样是没有办法改善 那地球公民基金会呢 他们其实也发表了这个声明 他提到说 这个目前的外推方案当中呢 其实是对于减煤 做这个影响是最小的一个方案 不过他们也建议应该要去 加上一些节能节电的配套措施 那这个飘杀的问题呢 这个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藻礁 但是这个必须要透过环差的方式 再去做相关的厘清 那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工程就应该要把它停下来 那他同时也呼吁了政府在公投之前呢 要把这个外推方案要送到环评 那并且要在审议过程当中召开听证会 或是类听证会 然后这个他也提到了民进党政府应该要说更清楚的说 为什么人家这个其他的方案不可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最后这个地宫地球公民基金会也呼吁了这个朝野政党 不要利用藻礁去偷渡一些政治议题 特别是重启合适的部分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支持这个外推方案 或者是某种就是有条件支持外推方案 或者是推这个外推方案 这个虽然通过了 还是还需要是相关的更多的监督的一种做法 或是环评的做法 那当然比较坚持在藻礁必须要保留的团体呢 包括这个藻礁公投联盟以及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是不满意的 他们最主要的认为是 这个有很多的资讯其实都没有公开 一直要求这个资讯公开 但是其实你都一直不公开 所以呢 他们也认为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的草率 那政院给大家一个选项 他应该要给大家更多的选项 然后更多的说明 更多的资讯 更多的讨论在里头 而且要把这个完整的屏幕告报 也应该把它说清楚 那甚至认为这个三阶的牵纸 跟这个废盒之间 加上即使是所谓的废盒 他们也认为 其实并不会有缺电的问题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不同的声音 第一个是经济部觉得说 原来的方案已经很好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呢 其实是更好 这个外推方案是更好 那能够支持的这个团体的环团就觉得说 政府其实已经展现了蛮大的诚意 也愿意来进行沟通 那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这个资讯可能不是很充足的地方 或者是为什么人家提的不行 你要讲的更清楚 那当然他们更担心的是没有办法赶上 2025的废盒家园或者是这个藻礁没有办法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它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个所谓的空污 甚至造成这个核式重启的这个问题 那比较坚持这个藻礁应该要保留 或是反对现在的方案或者是外推方案的这些环团呢 他们其实觉得现在很多的资料都没有不清不楚 那所以应该要把这个东西是弄得更清楚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环保团体之间 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争执 那甚至也有媒体说 环团分裂了 我觉得本来在一个社会运动里头 即使是有相同的主张 他们还是存在的一些差异 那包括台湾的公运团体也有类似的情形 那环团过去相对于这样的一种争议 并没有特别的被凸显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在过去可能因为某个大的目标底下 我们有很多内部的矛盾 或是内部的差异是没有厘清 是没有讲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呢 其实该说的就说 该批评的就批评 该批判的就批判 该厘清的就厘清 那本来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差异 那当然有些时候是可以合作 有些东西是要更厘清的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或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公民社会 那第二个我觉得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管是这个坚持 找交要保留 然后也反对现在外推方案的团体 或是包括地球公民基金会 他们认为这个外推方案 虽然可以这个接受 相对下可以接受 可是有很多的资讯没有理清 我觉得这其实是更重要的 民主社会 它不是一个投票的社会而已 民主社会 它不是一个朝野相互监督的社会而已 民主社会 其实更重要是一个沟通的社会 民主社会更重要是一个资讯透明的社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确如这些环保团体 所提到的很多的资料 是不是应该要更清楚 这个更清楚可能不是只有在环平会议当中 而应该是要让社会大众 有更多的理解跟参与 特别是这个已经发生了一些争议性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彼此的对话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跟刚刚难题也是比较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它的确是稍微的退让 这个退让包括这个可能会造成这个经费多了150亿 然后期程多了两年半 那但是你看到一件事情 政府其实是有可能退让的 那当然这个退让会付出代价 会付出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要回到我刚刚在谈南铁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们要不要在更早之前有更多的沟通跟讨论 那把这个前面的东西资讯更清楚 讨论更公开 该说的说 然后真的是有透过科学 或者是一些辩论的方式来去决定政策 当时其实我是蛮支持这个公投案成案 公投案成案不代表我觉得公投是一个 很好的公共政策决定的方法 我为什么要支持 是因为我觉得在之前的藻礁的相关的讨论当中 其实公库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报道 也报道了相关的环评会 可是呢 找交团的意思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要有听证会 然后要有一些公开辩论的这样一种讨论 但是很可惜我们都没有做 或者是做的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透过公投案的这个推动 让政府感受到了压力 当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沟通开始重启 然后有一些可能性也慢慢的跑出来 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最后才做 他应该要更早的来去做这些工作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灿烂时光辉客室 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收看 也期待大家可以持续的通过捐款 来支持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也可以访问更多的人 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